我想要問立委 我的問題是 我想問 在桃園其實有非常多的文化資產 包括龍潭的翁欣孔大屋 還有龜山的曹定波洋樓 所以我想要問的是說 針對這些私有產權的文化資產 在文資法修法之後 他們能不能獲得更 就是積極跟妥善的組織 腳踏車步道呢 有障礙 然後那個障礙是防止機車進來的 這次腳踏車很難過得去 一個就可以防止機車了 他為什麼還要做這麼多個呢 接下來兩位立委 在植栽保險單獨立法的階段 是否願意使用 RCA案作為一個重要的試金石 那我們之所以會出來反國一甲 是因為他對桃園的生態 會有很大的危害 希望兩位立委在國一甲的生態 以及他的客戶醞釀 他的公益性以及必要性 能夠有所認真的解答 謝謝